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说我们需要把圣经的话 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记在心里 所以第一要学的就是圣经 那第二个图画呢 这里有一个小孩他在做什么 他在祷告 他在读书以前他记得要祷告 要求神给他聪明 让他能够专心的读书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要学习 一方面学习把神的话听明白了 记在心里 一方面要学习怎么祷告 今天我们的故事里面的主角 就是这一位 他的名字叫巴迪玛 你看看他 你说这个巴迪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猜你看得出来对不对 他一定很穷 因为你看他的衣服上有补丁 他坐在地上好像在讨饭对不对 很可怜他是个乞丐 还有一点很特别的 关于巴迪玛的 你再仔细看看 看他的脸 我晓得你看不看得出来 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事实上巴迪玛这个人呢 是个瞎子 他是个盲人 他很可能从生下来就是个盲人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你可以想象吗 小朋友 我现在要你假装 你呢也看不见 所以把你的两个眼睛 跟我一样的把它闭上 现在可以打开了 小朋友 刚才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什么都看不见吗 有没有看到一点光 有一点光对不对 这个代表虽然你的眼睛不瞎 虽然你的闭上了你的眼睛 但是因为你眼睛本来就不是瞎眼的 所以你还是看到一些光 巴迪玛可不是这样 他从来都没见过光 因为他是个盲人 他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从他生了一直到现在 没有见过任何东西 可不可怜啊 好可怜哦 他呢就每天坐在路上 那个路 他住的地方叫做耶利哥 耶利哥城 他就在那边讨饭 他就在那边讨饭 希望有个好心的人经过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 好像什么新闻啊 因为巴迪玛一定什么都看不见嘛 什么都不知道嘛 这些朋友呢就会告诉他 还好巴迪玛的耳朵听得见 他们就会告诉巴迪玛呀 告诉你现在有个大新闻呢 巴迪玛就说什么事啊 有一个人叫做耶稣 就是他说他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位救主 他来了 你知道吗 而且啊 他会行神机 可能他会说 记得某某大成吗 他的儿子快要死的时候 他去见耶稣 耶稣一句话 他儿子就活过来了 哎呀 有这样的事吗 你说就是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一位救主 耶稣来了吗 他们说 是啊 他这样说的呀 有的人相信 很多人都相信 也有的人不相信 有的人呢 特别是耶稣医了他们的病 他们就信啊 有的人呢 那些在我们里面地位很高的那些老师们 不相信耶稣 那些做官的不相信耶稣 可是那个某某人啊 那个大官啊 他相信 他全家都相信 因为耶稣医了他的儿子吗 哦 有这样是吗 可能小朋友啊 巴迪玛的朋友也可能告诉他 耶稣啊 也医了一些龙子虾子 真的吗 巴迪玛听了一定很兴奋 有一天呢 巴迪玛和平常一样 坐在那个路旁啊 讨饭 今天跟别的时候不一样 因为他听到很多脚步声 很多人讲话的声音 很多脚步声 好吵 吵得不得了 好吵好吵 还有讲话的声音 道道道道道道道 讲话的声音 他就说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么吵啊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吵啊 那过路的人就告诉他说 巴迪玛他们都认识 大部分的人都认识巴迪玛呀 因为大概他们那个城里面 就这么一个虾子 整天在里面讨饭的 巴迪玛 耶稣 今天会经过我们这个呀 哈 耶稣来了 他来到耶利哥了 我们这个城啊 他今天会经过这条街呢 所以这么吵啊 哈 巴迪玛 好兴奋 他兴奋得不得了 因为他想 哎呀 如果耶稣没有看见他 太可惜了 他就大声的叫着 耶稣大卫的儿子啊 耶稣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他大声的叫着 小朋友 他的喊叫也很有智慧哦 你有没有想过 他叫耶稣做大卫的子孙 圣经里面 在七百年前 就是耶稣来的七百年前 就有人 哦 我讲错了 一千 圣经里面差不多 说耶稣还没有来的一千年前 有一个国王叫做大卫 有先知 就是神的发言人 说 有怎么讲 神对大卫说 将来 你有一个海 一个人 从你 你的家族里面出来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米赛亚 就是救主 就是耶稣 所以呢 你看我猜 这个瞎子巴迪玛呀 他也听人讲过圣经哦 他就叫耶稣做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他叫得很大声 他叫得非常大声 别的人都说 不要吵 巴迪玛 闭口 他们对 对巴迪玛很不客气 不要吵 不要吵 小声一点 太大声了 闭口 小朋友 你猜巴迪玛 有没有听他们的话 才没有呢 他绝对不要错过这一次 耶稣经过这个路旁 他绝对不要错过 所以他就叫得 更大声了 小朋友 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叫得像巴迪玛那么大声 但是我 你就假装我是巴迪玛 就是叫得很大声 OK 他就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他用他全部的力气 耶稣可怜我吧 可怜我耶稣啊 他叫得好大声 小朋友 耶稣当然听见 对不对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呢 就在那个路上 就停下来了 你看到吗 耶稣 这是画家画的耶稣 事实上我们不晓得 他是什么 长了什么样子 我们都不知道 这都是画家画的 两千年前 没有照相机 所以我们没有耶稣的相片 耶稣呢 画家画的耶稣呢 就在这个图画里面 我们看到 他就停在巴迪玛的面前 然后呢 他就说 过来吧 别的 别人就说 嘿 巴迪玛 他叫你过去呢 他们就扶着巴迪玛 因为巴迪玛也看不见 耶稣在哪里 对不对 他们就扶着巴迪玛 到了耶稣的面前 耶稣就非常温和 非常温柔的 问巴迪玛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小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 可以说是万王之王 应该我们问他 耶稣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可是现在是相反的 耶稣问巴迪玛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才巴迪玛怎么说 巴迪玛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现在就看见了 小朋友 巴迪玛 相不相信耶稣 会医治他的眼睛 当然 不然他不会等候耶稣 那么天天的等候他来 而且那么大叫着 对不对 他相信耶稣能医治他 结果 耶稣真的就医治了他 你看巴迪玛 见到光了 他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呢 是耶稣 耶稣是巴迪玛 第一个见到的一个人 他不但见到了耶稣 他见到了他周围一切的人 还有他见到了光 你看巴迪玛 耶稣医治好了我的眼睛 然后他说感谢神 感谢耶稣赞美神 他一路的不停的赞美着神 旁边那些人 经过的 看 碰到的人 看到巴迪玛 他们也赞美神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们看到一个人 一辈子都是瞎了眼睛 现在能看见 他们当然要赞美神了 这是只有神能够做到的神迹 当然要赞美神了 小朋友 今天呢 我要教你做一个祷告 是你自己的 特别的一个祷告 怎么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困难 也许 你 也许你有什么 罪就是神不喜欢的 例如 你的脾气不好 或者 你有的时候不喜欢听爸爸妈妈的话 爸爸妈妈说 先做功课 才能够玩电子游戏 可是你就是不肯先做功课 就是偏偏要玩 你想这个好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叫做罪 当我们不听父母的话 不听老师的话 这是罪哦 还有如果 你看别人有的玩具 你抢他的玩具 这当然也是罪 但是如果你看别人有的玩具 你心里想要他的玩具 没有去抢 没有去偷 你知道 你心里想要他的玩具 这已经是罪了 因为神看得见我们的心 怪不得圣经上说 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都达不到神的完美的标准 小朋友你知道吗 你如果知道自己有罪 你可以求神来赦美你的罪 但是今天我还想做一个比方 巴迪 买一辈子 没有看见过 都在黑暗里面 这个是他看不到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他心里面也有黑暗 当他相信了耶稣以后 不但他现在眼睛可以开了 光明了 可以看到光了 但是他心里面也有了光 神也洗干净了他的罪 因为他相信了耶稣 虽然你眼睛没有瞎 但是你知道吗 你也是在黑暗中 因为你有犯罪 你也需要耶稣来赐给你光明 让我来 先带你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教你背一节圣经 关于光明的事 怎么样活在光明中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讲一句 你跟着一句好吗 闭上你的眼睛 这样子可以专心的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 你为我舍命 我愿意相信你做我的救主 求你出去我心中的黑暗 让我能够在光明中活着 跟从你 做光明中的好孩子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小朋友 如果你这样祷告 神就洗去了你的罪 而且他进到你生命中 现在我们来 今天也有一节圣经 记得我们刚才说 要学习祷告吗 刚才我们祷告了 现在要学习祭神的话 在你心中 你跟着我念一遍吧 这是一节新的一节圣经 比较长一点 但是我们慢慢就会背了 一起来念一遍吧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说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如果你跟从他 听他的话 你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走 就不会犯罪了 因为你得到了生命的光 就是耶稣 现在我们试试看 一起慢慢的背 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 然后我们闭着眼睛背一句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你说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现在不看的 看你会不会背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这个告诉我们 在哪里找到这节圣经 然后耶稣怎么说 跟我一起念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现在我们背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好 背第二句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我们一起背这一句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最后一句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现在我们最后再一起念一遍 如果你已经会背了 看看你不看着 不看的话可不可以背 OK 闭上眼睛可不可以背 要是你不会的时候就偷看一下 不叫做偷看了 就是不背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眼睛看 好不好 熊老师也要试试看 我会不会背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生命的光 我们背的对吗 好像对 对不对 下次我们再见吧 愿神祝福你 你说 最后 My name is 请多高队 我就知道 坐几二